掰掰我們要走了 要走啦 要回家啦 我們今天呢 要從新莊回新店 那 我剛才打開UBER的APP 看 哇 超驚人 六百多塊錢耶 真的是超級貴的 我們從 松山機場到這邊 都沒有六百多塊了 我們那時候搭多少 四百 三百多 三百多對不對 四百多 從這邊到新店 竟然要六百多 根本搭不下去啊 可是現在又在下大雨 所以我們想說 那不然乾脆呢 我們來租車租IRAND 其實我發現現在還蠻方便的 因為它可以路邊租環 所以你可以假租移環 而且它就是 車子散步在很多的地方 那剛好離我們大概 八百公尺就有一台車 我剛才就先走過去取車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整個流程也蠻方便的 就是你看到之後你可以用APP 或者是你綁定的悠悠卡 那你就可以解鎖 然後解鎖完之後就可以取車 而且車資其實很便宜 你如果說租一個小時的話 好像車資是99 現在有促銷 平常原價也是159還169 然後那它中間呢 時間就是一個小時 然後距離的話是每公里三塊錢 那假設從這邊到新店大概是20公里左右吧 那也才60幾塊 最多100塊 如果你搭Uber的話是600 所以大概是四分之一喔 或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嗯 蠻划算的 如果大家有駕照的話也可以 嘗試這種方式 不過比較麻煩的點應該是它 最後停車啊 它有些指定的範圍才可以停車 不然就是你要停這種免費的路邊的這種白色格子 那我不知道新店那邊呢 好不好停 所以我們到時候到了再看看吧 如果你的網路不夠好的話 租這個Iron會很崩潰 因為你在還車的時候需要拍照 然後它在上傳一張 就給我上傳20秒 而且還跟我說我網路有異常 到底有什麼異常 沒有異常啊 不是4G嗎 傻眼 怎麼辦 真的傻眼 再一次 果斷放棄再一次 下一次16% 希望不要到時候沒電 我就崩潰 理論上這個是一個很Smooth的過程 但是 當你今天有網路的問題 你整個還車就會變得很崩潰 不然其實還車大概三分鐘以內一定搞得定 我不知道是我網路太爛了 台灣之星太爛還是 Irant太爛 它這個系統有點卡 真的很卡 一直在跑欸 一直在跑 有有有有有 你看網路服務異常又來了 太誇張了啦 什麼網路服務異常 啊我要還車你 我們剛剛還完車 我們這趟走路是227 但其實是因為我們有預食超過時間 因為我們本來是租一個小時 那一個小時正常來說一定夠你租車加還車 但是我們 呃 因為剛剛我們東西很多 所以我們停到我們家的車庫 然後那邊 呃 搬了兩趟 所以我們有超過時間 那就被收了110塊 如果沒有預食的話呢 我們的時間應該是 呃 一個小時內可以搞定 所以正常價格 含里程完之後應該是117 所以跟計程車比起來大概是 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所以其實他蠻划算的 但是 我建議啦 最好是要有一個比較好的 那個 最好是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網路 不然我們剛才還車的時候 超崩潰的